所有的制服啊 其实在你穿上之后 你都会感觉有一种力量嘛 因为我穿过检查的制服 我穿过军人的衣服 但是我穿上检察官的衣服 我是检察官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真相 其实跟我和若果私下的关系挺像的 张友诚虽然是李锐的师傅 但是他们两个也算是冒棉江 这两天晒是吧 年纪差不多是小20岁 但是私下里就像朋友一样 这种关系其实挺有趣的 完了完了完了 出大事了 这警局啊 我们有很深厚的这种阶级感情 问你什么 你什么想不通你就问我什么呀 表面叫师傅 实际上我干的事都不如人存 谁人住小区里 哦对对对 你平时老说我说话啰嗦 你的功劳是完全坚定在我啰嗦的基础上 所以你要感谢我 这种反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演员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这是表达的能力 我第一次跟上海的时候 跟景余他碰面的时候 他表达的能力 这个戏啊 当当当当的胜部啊 当当当我 当当当当时 我就知道大志应该是一个好的演员 每一场的发展是一个镜头来拍的 所以这就代表演员要准备得很好 演员一天十二个小时就是拍市场戏 演员就是准备市场戏所有的台式准备上来 代表性很好 没有任何困难对待我来讲 有一些未来商务有机会找到谈 投资人跟我们讲 找到王景余了 然后再找到白百合老师啊 然后我们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发学作用 让他们在戏里头就要有最看性才行嘛 就因为我对这个戏的极量的要求 就跟别的人不一样 就不是说你给我一个有流量啊 有精明度的就合适 我反而放在他们 对这个投入这个角色 是不是加分来考虑 你没 fla适怕 Sad